Tikki 囉 Tikki 第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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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又來到一年一次FGO裡面遊戲最認真的魚人節的時間了 是的 每次我都說4月1號是這個FGO一年 一年以來最認真的一次他們都會額外做一個遊戲 那麼去年是這個拼貼從者 今年則是Fate Grand Order的Pixel Wars 像素戰爭 那這次的故事是什麼呢? 一開始我們就發現 不得了啦 迦勒迪又出事了 反正每次迦勒迪那樣都在出事啦 那麼這一次很快 馬文西跟這個馬修兩個人就轉移到了特異點的裡面 就是小馬修跟這個小達文西 那麼到了特異點會遇到什麼呢? 接下來他們會遇到點陣圖化的世界 就你們現在看到的 還有馬修也變成點陣圖了 音樂也變成了巴比的風格 那麼這個世界正在舉行一個所謂的大統領戰爭 也就是選總統 然後我們的胖所長就被另外一個總統候選人倚藏給襲擊了 那這時候正好馬修跟達文西我們都一起救下了胖所長 那接下來為了要解決這個特異點 所以達文西就準備決定來幫胖所長選上這個藝文袋 這應該是特異點裡面的這個大統領 那為了對付其他12個也有這個 全局寶居威力的大統領 候補人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一次的愚人節的活動 反正都亂七八糟的 大家也不要在意 那很有趣的是這一次也是8bit的風格加上8bit的音樂 大家可以真正自己可以去抓來玩玩看 那麼遊戲的方式是你可以選擇編成自己的部隊 可以隨機編成也可以一個一個選 那因為到最後隊伍編成會很多人 可能一開始是10個 那cost的加高變成50個100個 我個人建議隨機編一編就好了 那遊戲的方式有點像你們看到FB或者是IG 一些那種智障遊戲的廣告 就是我們比賽把我們的隊伍打倒 數字比我們小的敵人 然後越來越大 那越來越大之後 我們數字超過敵方POSE的時候 就可以把決戰打倒了 非常簡單啦 應該沒有什麼好需要說明的 你們看就可以明白了 那收集地圖的聖經片就可以用聖經石使用 聖經石可以召喚援軍增加我們的隊伍 那操作就是左邊有個虛擬手把 那右邊可以切換三個不同的陣型 不過呢 我目前把它玩完之後 我個人的感覺是 只要數字比對方大 那麼同樣陣型就可以嚕過去 然後數字兩倍 其實我不確認是不是兩倍啦 反正就是數字好像比方大到一定程度 克制也可以直接碾 就是你對劍職不需要強制切換成功 那如果數字比對方小的話 就算你是克制也會被嚕回來 所以說老實話啦 我目前感覺不到這個克制 就是比如說攻克劍或者是劍克槍的差別在哪裡 好像是敵人消滅的速度 就是如果你的 你是用克制去打的話 敵人死的會比較快 那敵人死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地圖上他們 也不能講死掉啦 就是他們就不支持那個候選人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些選民們 這些選票再集中到自己的隊伍裡面 你的數字就越來越大 然後你就不斷在地圖上找這個更小的數字 更強的增加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擠滿七個聖經片 就一個聖經石 右下角的盾牌就亮起來了 這時候如果你長按 就可以從別人上傳的隊伍裡面 還是自己的 我有點忘記了 就召喚一個隊伍 會出現在地圖的一個角落 你就可以去找他 然後把它加進來 那每一關的遊戲 基本上十分鐘 非常的 還是九分鐘 非常非常的充足 不可能打不贏啦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觀看也是8bit的音樂 所以 那接下來我就讓大家享受一下 自己聽一下看一下 這個第一關玩起來 會是什麼樣子的吧 OK 那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有興趣可以去APP Store來下載喔 它們應該要賭 大王 它們是很 rapid的 是 也我們去看 9億玉 mine 6億玉�� 8億玉米 3億玉米 2億玉米 召喚 10億玉米 好啦,那獲勝之後呢 我們會拿到超級多ESP 呵呵,一次升80起 反正每次這個遊戲都是這樣啦 那過關之後呢,就可以看裡面你拿到哪一些從者的圖鑑 那比如像這個去年剛出的雅各團長 然後還有四個角度的模組 然後或者是這個擬切雞雞 他的點陣圖跟一樣四個戰鬥模組都在裡面 然後你也可以上傳你的部隊 到推特裡面跟人家分享 老實說啦,其實我覺得遊戲性沒有去年的好 就是比較簡單,蠻單調的 可是蠻認真的啦 因為還是做了全部的模組出來 你看,像第二關就有55個從者可以塞 所以你看就可以塞一大堆的人進去了 我是覺得玩起來很紓壓 可是好像變化就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但是還蠻爽的啦 真的紓壓起來是蠻過癮的 像第二關就是這個馬力 就要打倒他 好,然後你過關之後還可以看所謂的戰鬥分數 那戰鬥分數根據你收集到的隊伍會不同 像剛剛什麼法國啦,貞德大行徑啊 地上的法老王沒有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 什麼羅馬 那就是根據你在那關裡面 你隊伍裡面所擁有的 不同的這些小從者 就會組織成不同的概念 像凱爾特戰士 你有梅芙跟斯卡哈的時候 什麼阿爾哥號啦 或者是暴君啦 尼路,收集到尼路 跟另外我剛剛沒看到是誰 反正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分數好像沒什麼太大用處啦 那最後呢 最後我們會看到這個伊麗莎白大總統 就是最強的大總統候補 還有他旁邊就有這個大總統的副官 大總統的副官 就也不用講了 副總統 就是我們的羅道馬 那千辛外骨呢 我們最後擊敗了這個伊麗莎白之後呢 故事目前來講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那最後的劇情 好像要等到4月1號下午5點之後才會開放 所以目前也開不出來 那每一關的圖鑑都不一樣 你可以在外面看到說 這一關的圖鑑可以拿到誰的 所以如果你要收集全圖鑑 你必須注意每一關可以拿到的從者都不一樣 像奧伯龍啦 都有放進來 這些新從者都有擺進來 哈貝喵也有 好可愛喔 真的 你們為什麼這麼用心 我都不懂了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有個問號問號問號 那基本上是 對就是4月1號下午5點才會開放 所以就沒什麼事了 那慣例呢 每一次的AR系統也放了進來 在AR模式裡面 你最多可以放500個從者 500個從者其實還蠻吃效能的 那放滿500個從者組好隊之後 可以打開你的AR攝影機 那你就找一塊你自己桌上的一個平面的位置 然後點下去 啪就全部出來了 有沒有 超恐怖的 嘿 就全部在上面跳 你可以靠近看他們 也可以拉遠看他們 你可以這樣這樣給他截圖 拍個照你看 其實還蠻精緻的啦 都會動 對啊我真的覺得 意外的很細緻 其實他們拆出模組來的話也會很方便 如果他們願意放檔案的話 你可以調整他們之間的距離 當然一倍就會非常非常的短 那三倍我覺得是剛好啦 就看起來很壯觀 好啦 那基本上本次的FGO Pixel War 就是這一次的像素戰爭 就到這邊了 那就當作紓壓吧 反正每年就是這樣玩個一遍 也沒什麼不好 好啦 那就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